泰鲁閣國家公園白洋步道12號凌晨山壁大規模的崩塌 導致步道護欄受損 場面觸目驚心 巡邏員見狀立刻封閉步道 目前只開放到約0.95公里處 由於山壁還在持續的崩落 無法搶修 會在另外公告開放的時間 遊客近期如果要前往 一定要注意開放時間才不會普空 整片山壁崩塌 土石崩落 塵土飛揚 路面泥泞濕滑 場面觸目驚心 這裡是知名的花蓮泰鲁閣國家公園白洋步道 疑似受到連日大雨影響 加上岩壁老化 導致自然崩塌 這次是第二次被擋在門口 還持續在崩塌吧 你知道現在道路封閉了嗎 我不知道 剛上海才發現的 所以本來是想要去水連洞那裡是不是 對 有客一臉錯愕 不少人就是要上來看 絕美的水連洞瀑布 沒想到卻鋪了空 因為12號凌晨這裡發生大規模崩塌 掉落的土石砸壞步道護欄 巡邏員見狀趕緊封閉步道 目前只開放到大約0.95公里的第一觀景台 由於坍塌處持續有土石崩落 林務局也密切監控 等狀況穩定 確認安全無余 再派人員搶修 有客近期想來觀光 恐怕得再等等 記得陳敬業 環聯報道 第一觀景台 環聯報道